因為我們根據那個肌筋膜的原理 手臂的這個筋膜群 有一個筋膜是從手臂這個地方 一直延伸到這個手臂的內側 到手肘 然後到整個剛剛我們說的曲子肌 所以我們得要放鬆這塊肌肉 那有的時候呢 要自己按到比較內側 晚睡到我們要先 可能先按這裡 對 要先把這個肌肉緩解 它這個地方才能夠鬆開來 有的人他一天到晚按這裡 他就會說 我昨天按比較軟 可是今天怎麼又變很僵硬了 因為它這個區域 胸大肌 沒有全部鬆開 所以要從這個胸骨柄 中間這邊開始整個要放鬆 甚至於這個別人按我們會不太好意思 這裡頭這邊 自己按 然後再去按手肘下來的這個曲子肌 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 按一按 我覺得我沒什麼胸大肌 有胸大肉 沒有胸大肌 不是 不是 有胸肥肉 對 大肉 他老師說的好 再來就是說 進行伸展跟緩解運動 包含雙手手指交扣 往後伸直放在椅背上 屈膝蹲立反覆十次 那麼這舒緩這個應該是 公二頭的運動 這要怎麼做呢 這個動作是這樣子 然後你找個椅背 放在上面 然後你就蹲下來 這樣可以緩解我剛剛說的 這個內側的肌肉 這樣很有幫助 我示範一下 這樣扣住 這樣多久呢 反覆十次 十次就好 你蹲下來1到3秒就好了 那你就會覺得這個肌肉是緊的 那就有打到伸展的作用 好 就是你這手扣在後面的時候 你要一個東西拉著 扣在能力 不然你會沒有那個力量拉著 人一蹲手跟著放下來 那就沒有效果 主要是用椅背的那個 椅背或者是餐桌都可以 對 好 再來 這個會不會比較簡單一點 手持啞鈴僅靠身體平舉 那麼手腕以逆時針的方向 旋轉到啞鈴跟地面垂直之後 再用順時針的方向 再旋轉回來 總共15次 可以舒緩我們這個 旋前肌和旋後肌的運動 好 來 不讓你身上有啞鈴 啞鈴 跟大家示範一下 如果沒有啞鈴的話 用寶特瓶裝水也是OK的 那記得做動作的時候 這個手臂一定要貼著身體 或者你覺得不放心的話 你就這樣 固定 然後做這樣子的旋轉 因為剛剛我說的旋前肌跟旋後肌 是做這個動作 但是手肘是要貼著不能動的 對 你如果這樣子 那就沒有效了 這樣子 所以要貼著這個 然後這個手臂這邊是水平的 是這樣 然後轉動 這樣子 這樣來回各15次 那不用急著轉下一個 那轉動 這樣可以停一下 然後再下一個 用這種方式 兩隻手都可以 我們現在時候都沒有 挽設到正後肌 如果挽設到正前肌 會痛對不對 這個動作它不會痛 因為它是造成我們這個肌肉緊的原因 是這個肌肉 我們把它鬆開 待會我們要解決這個肌肉就會很容易了 這先鬆 鬆掉是不是 對 就好像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這個整肌 不整擠 不斷找眠意 在整肌 因為它骨頭位置不對了 你這個骨頭沒把它校正好 你一直治療這個部分效果不好 好 所以一共有這三個方法 第一個是這個胸大肌法 對 然後第二個是椅子背 靠背法對不對 對 我要再就是雅鈴選擇 可是雅鈴要拿多重的啊 一公斤就夠了啊 是嗎 所以我 你要十公斤也行啊 只要你拿得起來 當然不是啦 就差不多老師那樣子就可以了 好 因為你不是要練肌肉嘛 這邊有個比較小的嗎 對啦 那個很適合你啊 小雅鈴 可是我覺得這好像就 沒有什麼效果啊 這比就沒有太輕了 沒有 我覺得什麼手機啊 其實都可以嘛 都可以 只要有這個東西你要旋轉 我們要促使 我們要讓這個肌肉 特別用力 讓它用 因為可能我們在做 日常生活當中的時候 這個有問題的肌肉 它都沒有在動作 都是別人在做事 它都不做事 那我們這個動作就是 逼它要做事 那逼它做事 它就會很容易恢復正常 好